独行侠暴虐蓝筐大胜勇士 库里缺阵 勇士进攻牙火 东西奇遗憾伤退 无缘莫结 比赛开始 东西奇利用自身节奏变化 轻松上篮得分 随后欧文也展现了个人风格 前世一步过彰显状元身体素质 随后湖顶直接干拔出手 连续得到五分 虽然库民家很快就命中三分 助队直选 奈何加福德的加入 让独行侠运动能力爆棚 顺下直接起飞炸框 而东西奇与欧文的不同节奏 一块一满的两种风格的得分 更是让对手应接不暇 不过年轻人的登场 也让勇士找回了节奏 戴维斯出色的吃饼能力 帮助球队连续得分 库民家更是直接翻身中距离 帮助球队追平比分 随后双方上演连续对标 莱福利接球直接起飞虐框 目的很快就在底线突破 双手扣篮换颜色 东西奇节奏变化 点起对手中距离打中 奈何老保罗经验丰富 胡顶三分冷静得手 却没想到最后时刻的哈德威无视一切 压少抛投追平比分 进入第二节 休息够的加福德活力四射 连续给勇士球员送上热腾腾的大火锅 幸好目的足够顽强 空切内线扣篮打破心魔 却不料小琼斯突然爆发 过掉对手双手扣篮 又突然接到队友的抢断 欧洲部登上今日十家 再加上华盛顿反击接球的空接 不仅让东西奇兴奋的直跳舞 更是拉开了比分 关键时刻克莱挺身而出 胡顶三分命中 稳住军心 库民家紧随其后 急停中距离换颜色 又接到队友传球 强硬空切上篮得分 本以为压制了对面 随着欧文不止送出了犀利的空接 急停中距离两分更是拉住 全场气势 一边再战 本以为克莱的急停三分是永三封的信号 谁知道真正迎来爆发的又是加福德 东欧组和卫柄实际非常出色 再搭配优秀的身体素质和篮下技术 硬生生的给勇士内线扣出了心理阴影 而对付这种内线还得是老保罗 连续借掩护的高难度中距离 让人直呼空位之神的名号 本以为追平比分在望 谁知道东西奇突然爆发 里兔外头连得五分 吹响了独心霞的号角 欧文反击信手一抛 莱弗里直接起飞 又再度一步过掉对手 助攻莱弗里 大杀于是抠篮 找到对手的弱点后 独心霞开始疯狂的篮下进攻 不止莱弗里在禁区得吃得喝 华盛顿也无视保罗直接放篮 欧文招牌的拉杆上篮更是精彩封尘 好不容易戴维斯在篮下扣篮 试图追赶可怜的分叉 奈何独心霞重将纷纷爆发 哈德威干拔三分 无视防守人得手 东西奇再度助攻加福德 双手轻松扣篮 于是勇士祭出了无后卫阵容输死一搏 目的三分 拉开追分序幕 维京四野一战状元风采 挡拆小技术上篮得分 没想到华盛顿湖顶三分 强行出手犀利命中 搭配格林的底角三分 让独心霞再度掀起了进攻浪潮 欧文关键时刻细耍对手星秀 上演左手抛头2加1 莱弗里篮下继续无视对手轻松上篮 让勇士换上替补 宣告投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